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的商业插画第十四讲 咱们这节课还是继续为大家一起讲解图形创意表现手法的第三次课上 咱们的图形创意的方法还是有很多的 但是现在介绍的这些就是当下比较流行 或者是比较能提升大家创意思维的这样一种方法 咱们继续现在的这个方法就是重构 重构就是重新构成 是指对已有的图形元素重新按照自己的设计意念 拆开再进行组合以求得新的图形信息 咱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如果是大家是美术出身的话 在大一或者是刚入学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设计素描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创意素描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就是像左面六十图一样 这个是摆上金物 然后进行这种这样的一个拆分组合 是吧 然后进行一个比较有设计感 或者是他进行一个比较有思维创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就不是咱们考前就是从小学习学画这种样的形式 而是一种以更新的方式来表现这个你所要呈现的这个画面的创意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毕加索 他创造了这个立体画派和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新的一个浪潮 所以说他画的画里面多数都是以这种重构的形式来进行比较比较抽象这样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看他眼睛啊鼻子啊嘴啊是吧 他都不会在一个层次或者一个平面里面 然后通过对人物的性格呀 然后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分析 然后给他进行另外的一个重新的组合和添加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创意思维 这个需要咱们掌握其中的概念 或者是掌握其中应该有这些难点 才能比较好的适应这个重构这样的一个方式 咱们图形设计的话 它一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吧 比如说设计左边这张海报 它其实就是根据这可能有十几个人人像吧 然后全部拍的正面 然后截取一部分进行这样的拼贴 对吧 然后形成一个大概就这么一个形 可能就是七大洲是吧 这样的一个全全球的融合 大概表现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左边这个 他这个是一个肌肉是吧 有肌肉的身材 加上他可能这个是他要卖的一个产品 这样的一个组合 所以说 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就相当于这个健美人体的 他的头一样的重要是吧 包括这样的 当时这是中国的门神嘛 其实他就是把这个头盔换了 把五官换了是吧 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改装 其实他也属于重新的构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依据一定的目的和内在的关联性对已有的不同形象做意义化 整合的重新构成 产生了一种新概念新形象和一些新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果实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蔬菜 然后把它进行这样的组合拼贴 或者组合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构成 然后有一个新的意义在里面 是吧 这个是一个小斑马 可能他就要表达出来这个新的好玩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重新重构图形 它一定要有一定的含义在里面 如果说是随便的两个不相干的东西 它组合在一起是吧 它一定要有其中的一个概念的逻辑性 比如说这个进行有意识的锻炼破 就是锻炼和破坏 做成一个无序 对吧 这个是一只狗 这个是铅笔 这个是消防车 这是铅笔 然后这鲨鱼也是一个铅笔 然后他就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 他这个铅笔可能特别的流畅 是吧 然后特别的小巧 或者是他这个特别 你有用他的铅笔的时候 特别的及时或者怎么样 他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图形来传达更深层次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说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构成过程中 大家要带有很多的思考在里面 创造性的发现分散的意义并组合走向一个新秩序 这个牛是吧 他身上有一些图案在里面 他就是根据各种花朵也好 还是说他是这个民族里面的一个图腾 是吧 进行这么一种下接 还有也许他们中间又有很多的深层的含义在里面 他们就是这样的组合拼贴 然后形成一种新的图案在里面 比如说这个是好多小黑块是吧 他小黑块重新组合在一起 他就可能成为一个比较文字也好 还是说表达一个意境对吧 都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玩 或者是那就是让人眼耳目一新 这样的一个新的形象在里面 运用在插画上的话 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普遍了 这是澳大利亚一个插画师 他是在全球都很有名的一个插画师 他做他画画就是这个可以咱们把它 简单的理解成一个抽象图形的一个重构 对吧 他是各种各样从生活中或者是自然中发现的 比如说这个是通过阴素花 是吧 这样一个图形 或者底下这个是通过了这个 这个海底里面的一些植物 或者是天空里面的一些一些元素 对吧 进行了这样的分解跟重新的组合 或者是他重新的抽象一下 然后就组合成一个更更有意思 或者是他更绚丽一些装饰性更强的样的一个图案 而不是说那就是简单去描绘这个现实世界 他更多的就是想展示出来一种比较温馨宁静啊 是吧 一种细腻的一种感觉在里面 所以说在整个的插画里面 这种重构也是相当重要的 包括这种装饰插画 你都不会认为现实生活中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是吧 但他进行了组合 重构组合 然后就可以形成一种比较好玩的东西 这是一个小恶魔 他有个小脚 然后他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种东西 可能是这个是一个房屋 包括现在的很多潮流插画完全就是通过重构图形 比如说这幅很复杂的图形里面是吧 然后里面所有的元素可能都是进行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重构 但是颜色上进行了一个变化统一 形成了一个比较流行的东西 这幅就看的就是更更直观了 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人物是吧 组合在一起 包括现在的这种比较深细的对吧 他也是在自然界中找各种各样的图形进行了一个重构组合 包括现在扁平化 这个是比较流行的趋势 是吧 现实生活中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形态 让你直观的看到 他都通过了抽象组合的形式 把它重新创作 咱们接下来讲比拟化图形 就是把一些非人类的物想或者无生命的物想 做人性化或者是生命变化的处理 是图像抑郁理解富有亲切感 其实比拟化 他现在更多的也可以理解为 只要是他其中带有比喻 是吧 也可以拟人 也可以比喻 然后有这么一种象征意义 其实他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图形在里面 就是说这是一安 其实他就是一个双管枪 对吧 可以很直观去理解他 这个是一个国际上很知名的一个粉丝大师 他就是很很善于这种语意性的比拟性的这样的一种创作 这个就是说政治家在讲演 是吧 这个痛的垃圾桶 例如说他他讲的都是废水 这个是人物 是吧 他就是 就是比较低的人 可能就是 这些 这些法律的垫脚石 或者更多的这样的黑人成为一个囚徒 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含义在里面 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意味 这个是一个钟表上面有一个小人 是吧 他代表的始终进行敲 敲击 或者是这人 他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小青蛙 包括这留生机 可能小狗来替代 这个都是通过要比喻或者拟人的方式 让他创作的更有意义一些 这个是斧头 人很生气 他可能就跟斧头一样 有着狂暴的这种性格 是吧 可以像这样进行的这样的组合 包括包括这样的梳子在里面 也是这样的 梳子他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嘛 对吧 然后给他加一些 就是动物的元素在里面 可能他会显示的更有情感一些 更有情绪一些 包括包括这个人跟这个毛头鹰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都是很隐喻了 然后然后自然和路是吧 这个人的这个是一个河流 这是树 其实他也是一个关于人性的 大家这么一种可以这样理解 包括现在很多的这样的小广告是吧 这种小广告都可以把它做的比较好玩 这个一个吃面可以让他在里面波涛熊 对吧 然后这样的一个小面包还小奶昔 他也可以做这样的比你人化的处理 包括这样的雨伞是吧 天空掉下的雨滴 它并不是雨滴 而是说美妙的音符 滴滴答答答的 你觉得特别好听 包括人人性之间的是吧 微信 这是微信吗 然后其实微信的使用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峙 或者他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比你化都可以把它做的很有意义一些 而不是说单纯的让他只表现一个图形的好玩 是吧 像这个医生嘛 就是说你给他钱 他才给你进行这个治疗 是吧 就是医院的售红包这种行为 或者是这个地球他需要充电了 是吧 现在应用资源特别的多了 这个都可以进行比较好玩的这样的处理 尤其是咱们最后一个要讲的影子的这种创意 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投影关系这个影子跟他本体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内涵 和他所反射出来应该应该更有趣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说这个盖章就是钱是吧 然后这个人他活着可能也是为了钱 然后小和尚他他这个投影可能就是他想想还速或者是其他的 然后这烟筒其实就是子弹对吧 他就是人类反攻自己 所以说这个影子他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可以产生比较深刻含义的 然后也可以会心一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手段 是吧 这个是一个人提留一个小兔子插画嘛 然后这影子可能就是兔子提留着人 对吧 这样的就是一种人和自然这种关系 大家都可以做用插画形式也可以做的这个很好玩 包括小孩自己梦想的未来成为蜘蛛侠是吧 他的影子可以投射出来很好玩的东西 或者是这个他影子也可以做成是吧 他本身不开心做很开心 或者是他底下的这样的骑自行车是吧 他每天都是这样的虽然辛苦 但是每一天都活着很精彩 然后咱们这节课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